诗篇第123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诗篇107篇1到9节 愿人都称赞他 1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的熟明说这话 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 从各地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 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 寻不见可住的诚意 又激又渴 心里发昏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 又令他们行走之路 使他们往可居住的诚意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骑士都称赞他 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 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 诗人在这一篇诗篇的第一句经文 就鼓励我们要称赞耶和华 不仅如此 他在这一篇诗篇的每一段 都提到同一件事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骑士都称赞他 特别是神的熟明 也就是我们 这一群被他从仇敌手中救赎的百姓 要称赞耶和华 因为我们做他的儿女 可说是最认识他 以致应当时常称谢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时常感谢神吗 你时常赞美神吗 赞美不仅是神百姓的权利 也是我们应当向神献上的祭 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神 因此 让我们时常以送赞为祭 来献给神吧 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呢 诗人也不断地提到 因为我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 他从我们的祸患中拯救我们 每当我们面临各样的患难 神不仅垂听我们的哀求 也拯救我们来称谢他 今天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 我们要为着神 使我们的灵魂兴盛 身体健壮 凡事兴盛 来向他献上感恩 一方面 我们要为着神引导我们 行走直路而感恩 也要为他 使我们成家立业而感恩 另一方面 我们在为信主之前 确实如同诗人所说的 仿佛在旷野中漂流 人生没有盼望 如今 我们能够活出满足 丰盛的人生 都是因着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所行的歧视 感谢神 他不仅赐给我们物质的满足 更让我们的心灵得着满足 而这是最大的满足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再度数算神的恩典 并且来称赞他吧 主啊 谢谢你拯救我脱离旧有的生命 谢谢你每天赐给我丰盛有余的恩典 并且喂养我的心灵 你是我生命最大的满足 我感谢你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道读神的话 诗篇107篇8至9节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歧视都称赞他 因他是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 是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 阿们 是的 是的 主耶稣 我们相信你的慈爱 使我们可以得着饱足 阿们 主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因耶和华的慈爱 主耶稣 我们可以得着饱足 谢谢你 你的慈爱 何等的丰盛 何等的奇妙 我们赞美你 是的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有长阔高深的爱 为我们存留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心里面渴慕你 让我们心里渴慕的人都可以得以知足 阿们 是的 虽然我的身体心灵有的时候会软弱会饥渴 但是谢谢你 你是丰盛的主 到你这里来的可以得着饱足 是的 我的生命中有饥渴的时候 我的生命中有饥饿的时候 但是当我倚靠耶和华神的时候 我一点好处都不缺 你是我的神 我的主 我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 是的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主耶稣 我要常常的来寻求你 我要常常的在你的同在里面 主啊 我要享受你对我的爱 因为我们知道 心里渴慕的人 在你的面前都可以得到知足 哈利路亚 是的 耶稣 谢谢你 因着你的慈爱 你的歧视 我要来称赞你 这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将一切的歌颂赞美 都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